麦子圆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课主要是给大家一起讲解一下 对象的属性获取方法 对象的属性获取方法 那么这个对象我们这里讲到了有两种对象 一种是叫做TO,Test Object 还有一个叫RO,叫Run Object 一个是测试对象,一个是运行式对象 那么上一次课给大家讲到的是spy 就是对象探测器的使用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解这个对象的属性获取方式方法 并且利用这个对象的属性 我们实施一个这个UI方面的测试 UI方面的测试 那么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测试需求是这样子的 有个测试需求是这样子的 第一,检测背测对象启动后是否位于屏幕 中间 第二个是检测背测对象 标题栏是否为logging 那为logging 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两条UI测试的需求 那么我们利用UFT来实施 该怎么实施呢? 那这里面我觉得案例呢是这个UFT自带的那个飞机订票的登录窗口 那么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脚本实现的过程中呢 主要是把这两个测试目标实现 OK 那我们我呢还是先把UFT启动了 好 选择上面两个 因为我用的是它自带的这个 自带的4S结构的 所以说我选ActiveX和VSBASIC 启动以后呢 新建一个脚本 那当然你可以打开使用之前的 那么我这里面点一下之前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先分析一下 你这个设计是什么意思 那么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小飞机先打开 为了方便操作 我把它先放上桌面 以后的话 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些 好 那你看 打开以后 它自动就位屏幕的中间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标题栏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琢磨了 我第一 我怎么来获取这个标题栏 第二 我怎么来获取它位屏幕中间的坐标位置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可以使用什么 Spy就是这个对象探测器 侦探器 来看一下哪些个这个对象的 Dialog这个对象 哪些个属性 是表述了它的标题栏和它的坐标的 好 我们点一下Spy 然后点这个小手 好 挡住了是吧 没关系 按Ctrl 把它挪到边上去 点一下什么样 Dialog 好 试验出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Dialog 第一 这里面有个ABS S, X, ABS, Y 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X和Y分别表示的是 这个刚才这个Dialog窗口 位于我们屏幕的什么 绝对路径 绝对位置 坐标 518279 那么呢 这往下看 它也好多的属性 那么不管 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 一直往下看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属性 是什么属性呢 叫TXT 文本属性 A,它的值 刚好就是等于什么 Log 那现在我的 这个测试 要求已经变成了 就是 怎么样获得 这个 这个属性的值 然后呢 拿这个属性的值 跟我们的预期结果 进行比较 那么 这个测试需求 就变成了 位屏幕中间 怎么判的 是位屏幕中间 那X走 等于多少 518 Y走 等于多少 279 好像是 是不是 因为你录制的时候 你在预期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得到这个 大概数据 我们看一下 518279 还有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数据 就是它的什么 TXT属性 是等于什么 对 Login 如果是你把 这两个搞定了 那么这个 UI测试就结束了 好 那么我们既然 已经用Spy 看到这两个属性了 那么接下来 又存在一个 我如何获取 它们的属性值呢 这个时候 教大家一个方法 学UFT 或者其他的工具 我觉得你怎么学 其实都离不开 它的帮助文档 那这个时候 我就教大家 怎么去查 它的帮助文档 好 这个时候 你选中它 你可以按一下 F1试一下 按一下F1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F1是掉的是 这个对象探测系的 对话场合 那么我们在测试的时候的话呢 我实际上要的是 Dialog这个对象的 信息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根据它所打开的 这个帮助文档来查找 比方说我们选了这个地方 Object Mode 在里面显示的 就是系统当中 默认所有的对象 那么我们Dialog对象 是属于Stand Windows 标准的对象逻行 接下来是标准的Windows对象 接下来是Dialog这个对象 Dialog Object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在界面的右边 你看 有对象的定义属性 打开以后你看到 它所有 就是这个对话框 所有的属性 可用的属性 都在这边列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Text AllText是什么 是这个对话框的标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刚才说到的 我们测试的时候 需要怎么样 看这个对话框的标题 是不是等于Login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搞定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获得这些属性的值呢 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 Dialog Object 对象 对话框对象 点开以后 在界面右边 大家看一下 它有什么Message 有什么方法 你看有激活等等的 接下来往下看 我现在需要做到的是 把对象库里面的对象 跟实际的对象 进行比较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何 把实际对象的属性 获取出来 什么叫实际对象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测试的过程 当中这个程序 这个关掉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机 它就是我们的实际对象 叫R 而我们对象库里面的对象 叫TO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 想办法获得 我们RO的属性值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 对象回方原理的时候 就是要求对象库里面 先有这个对象 是不是 没有的话 没有办法识别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spy 就最像探测器 把我们要的这个对象 先把它抓到对象库里面去 这个代表 我先把它抓到对象库 抓完了以后 把它添加到对象库 点这个按钮 添加过来 然后呢 我再来获得 它的什么 实际结果 那么实际结果 大家想想 实际对象 实际对象 那么应该是RO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在界面的右边这边 有个方法 叫get our property 有一个获得运行时对象的属性 获得运行时对象的属性 那么这次我们就可以点一下它 来看一下它 大概那个语法形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object.get our property 后面跟什么样 属性名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事例 看一下这个例子 看它是怎么写的 你看 get our 后面跟什么 跟属性的名称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有方法了 大家看一下 刚才对象库里面对象我们已经添加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log已经添加进来了 接下来第一步是什么 定义 X 还是什么 Y 那么X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代表什么样 它的什么 什么座标 ABS X Y呢 等于 这个login 什么 BBS 多少 Y 这个属性是什么 就它的什么样 标题 那么APP title 我们定一个APP title 那么APP title等于什么 DITLE APP title等于什么 等于 Dialog 点 get our 哪个属性 对 text的属性 好 我们前面的话 为了避免交代写的有问题 我们做一个强制的定义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PAP if什么 if if x 等于多少 518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if x等于518 对的 并且Y等于多少 279 279 好像是 然后呢 打出一个message box 谈这个对话框 什么对话框 它的这个消息是什么 是应用程序 对不对 位于屏幕中间 对不对 好 否则呢 否则呢 谈出一个代行什么 应用程序 什么呀 呃 显示位置错误吧 显示位置错误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坐标的 也就是 是否位屏幕中间的测试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是看它怎么样 这个 标题栏是不是对的 那一幅什么 app tit tit 等于什么 等于lock in 如果它等于lock in 那么什么 谈出一个对话框 message报告什么 应用程序 标题 显示正确 同样的 否则呢 L是什么 message是什么 在box 应用程序 标题 错 显示 错 ok 那么第一个呢 我这里面加个注释 给大家加个注释 获取 A 应用程序 x 坐标 好 这个是什么 y坐标 这个呢 或许运用程序什么 标题名称 是 你这里面肯定是或者RO的 你或者TU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什么 判断 什么 x x y y坐标 是否正确 这个地方是什么 判断 当然这个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来应许回放一下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了 那么这里面运行不了的 运行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没有录制是直接补的对象 所以说你在运行时设置这一块应该把程序的什么呀 路径 这个写上去 也就是我得启动这个应用程序 对吧 可以决定 好接下来我们回放 好大家看一下 应用程序位于屏幕中间 应用程序标准显示正确 OK 那这个我们测试就通过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标准 0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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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实际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增加什么事件迭代之类的东西 那这下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没有 好 OK 那如果说我想构造个异常 大家看一下 构造个异常怎么构造的 比方说我在这个 我加一个等待时间 加一个等待 当成语启动以后 我就等一下 我人为的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 这个应用程序显示的创刻给调整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等到运行的时候把它挪开 好 5秒钟以后 它开始再判断 这个时候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应用程序位置显示错误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它获得它的值的话 它所在的地址就 就是所在的这个什么 距离位置就不对了 那这个肯定还是对的 你看我就可以利用什么 GETRO的Property的方法 就是获取对象属性的方法 来做一个什么 UI方面测试 那这种思想的话 在我们后面测试过程 经常会用的 一般我们都是通过 GETRO GETTO SETTO等等的一些 属性的操作方式方法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背策对象进行操作 然后获取它 所需要的一些值 那 所以这个方法呢 大家要掌握 大家要掌握 在我们这个后面测试的过程当中 用的会比较多 用的会比较多 需要朋友们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那么咱们这次课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ROTO当中的 获取属性 以及如何查看一些帮助的方式方法 那么我们除了这种方法之外 GETRO的Property之外 还有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 有这个SET的 等一下我把它打开 等一下在下面 好我们看它的方法 你看啊 有GETRO的Property 但是的话呢 大家看 它有GETTO的Property 有SETTO的Property SETTO的属性值 但是是没有SETRO的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的运行对象 你没有办法设置它的属性值 只能获取它的 这样其实呢也是实 就相当于是 你没有办法改变实际运行对象的什么样 这个速度结果 这样的话才有测试比较的意义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OBJAC的对象的方法 对它做这个属性值的改变 但这个对方没有什么必要 那通过这次课呢 大家呢要掌握 获取一个对象的 什么样 属性的方法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GETTO GETRO Property的方法 那同时呢 我们也了解到一个对象 它都有哪些属性 你可以通过帮助 你们去查看一下 查看一下 说实话 这个在学UFT 或者以前的QQE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 利用帮助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也学会查看这些帮助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难 对吧 不是说特别难 OK 那咱们这次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边 我们下次课的话呢 再讲我们之外 UFT的其他的一些属性的知识 谢谢各位